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抗日战争时期,刘伯成曾在三天之内,在同一地点连续两次伏击同一个日军部队,创造了七根尊重叠射服的胜利,至今都被中外军事家赞为奇迹。 其实,刘伯成在同一个地方兼敌,还远不是这一次,解放战争中的高山铺战斗,也是他一个在同一个地方,反复设服兼敌的范例。 1947年10月,刘邓大军千里挺进中原,迅速抵达长江北岸,十多天时间,就接连解放鹰山、广己、黄梅、武学、团丰、出城、渡江等重要城镇,控制了三百余华里的江坊,形成随时可渡江南下的态势。 这一下急坏了蒋介石,他深怕他们渡江,威胁徐州、南京,在主力被组织在大别山北路的情况下,吉令黄安、麻城地区北随经烧的整边四十诗,五十二诗第八十二旅,经西水巷广解尖城积迹,前驱堵截刘邓主力,敌人的孤军冒进,正为刘邓创造了秋之不得的奸敌良机。 十月二十四日,刘博成、邓小平调整原计划,决定先歼灭莱迪,再解决棉医,经过侦查,他们决心把莱迪消灭,在广己西北的七村高山铺地区,为什么选择在这里? 因为高山铺是一个东西,常识于华丽的狭长谷地,南北总治这两座高山,既显要齐驱,又便于隐蔽兵力,设立了五百颜河,自古为交通要冲,兵家所争之, 有趣的是,在十一年前,1936年五月,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廷曾率五百人,在此重创追击,他们的国民党途北省第七跑单团,那一战,高敬廷五百人居然全监了敌人一个团,兵不厌仗。 十月二十五日,刘伯成命令分浅,在长江北岸的部队立即坐向新提醒,在高山铺地区,以御服的手段,歼灭该敌于运动众,战斗前夕,刘伯成亲自来到王晋山六中,对联以上干部发表讲话,他说,革命战士就要勇敢,勇士男子投上一个英雄鸡, 这话说的本来就好战了六中那些狐仔毛毛执教,第二日,刘邓帅总部由范湾南下,移住到高山铺东北二十公里的胡家良亭,就近做战斗指挥,指挥部设在胡家良亭上的云连宫,也是在这一日,为追而来的敌整编四之师,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,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,一头钻进了刘伯成, 预设在高山铺的口袋阵,并于当晚被完全包围在清水河和高山铺两地,二十七日上午九十,刘邓发出了总攻命令,战斗一打响,六中首先发威,且放军居高临下,扔手榴弹,滚炸药包,就像扔石头,毫不费地,山高路站, 敌人只有挨打的份,毫无反抗之力,很快就权限崩溃,官兵仓皇逃命,但是,怎么跑,也出不了口袋,一直在狭长的山谷中,打转转而,战斗至下午两点钟,就提前胜利结束, 国民党整编四十师,及八十二旅被全歼,此一战必伤,扶敌副师长,以下官兵1.26万人,其中俘虏七千五百名,全是命大的人,在胜利返回途中,蒋介石又派飞机前脉轰炸,六中主力又击落一架T-1511式战斗机,飞行员跳散后活捉, 当晚,刘伯承,邓小平在乎家梁亭云林宫,向中央军委电告战垮,报告称,此次歼灭战颇顺利,经此战我军过了山地战役关,事后,蒋介石对几个小时一万多人被歼灭,刘邓的战斗力如此强大十分惊讶,一查,在此地十一年前,国民党一个团被全歼,后悔莫及,如此险帝, 其可追击,刘伯承敢于在此明显之险地涉辅,真是算计过人,返回邹虎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